小巷洞内车辆来来往往 突然前方跑出许多民众 站在一旁围观 发生什么事 休礼车压在机车车身上 还撞到排队 等着进停车场的轿车 不止如此 路旁停放的机车 像是推骨牌一样 八辆车遭殃 被撞得东倒西歪 换挡了 打挡了 没有 打挡 一下子是跑不去 很弯的时候 这要帮我行一下好不好 肇事驾驶也搞不太清楚状况 上午十点多 七十五岁球性老翁 开车行进 台中市北区景星街 才刚右转五顺街时 疑似因为操作不当 撞上一辆阵 准备进入停车场的轿车 以及路旁八辆机车 而巨大撞击声让人吓傻 我们在排队 等进入停车场的时候 就是突然就是 因为来不及反应 突然看到有一台车 走上来 遭葬轿车上的乘客 也一头雾水 而车祸当下 附近居民也冲出来关切 我实在车祸 那边就走 那起来自车车 整个车车车 所信肇事的老翁 手脚擦挫伤 没有大碍 酒侧直领 没有造成其他人受伤 在排档之后 在加油过程中 操作不当 所以往前碰撞 一次打档出状况 造成意外追撞 总共撞了9辆汽机车 老翁后续还得赔偿车损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记者黄祥富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